祖舍院長大學私鬥洗澡 這麼大這座大樓 就是祖舍民調的趙院長辦公室所在地 昨天再有消息說 在傳藝大樓九樓這間房間 又有事關他事 這麼小的廁所竟然有得洗澡? 消息說趙院長去年用津貼 在沙田賣了一層樓 所以不能再住職原宿舍 但新樓又要裝修三個月 於是要求學校在職原休息室加健氣缸 方便他沐浴更衣 他自己的辦公室 也買了一張沙發床 索性在這裡寄居 有教職員私下爆料說 祖舍院長常常眼眶眶 衣服不正地出入辦公室 令大家這麼尷尬 假設這件事是真的 我自己都覺得 這是公理施用行為 壞事不少 早幾天我們踢爆他用人為親 請自己在美國指導的博士生 同樣是紅色背景濃厚的導英教書 原來他還動用碩士課程賺到的錢 每個月替導英交兩萬元租 還有大學在去年和今年年初 兩次問他十部相機和手提電腦的下落 他就說借給美國的相關學校 用來做研究 咦?現在傳你 是教電機工程嗎? 那就要認真演出演出一下 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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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